HELLO 聊世紀天眼多個星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波斯人對上義大利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我們先來看一下黃色是選擇了波斯人 波斯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工作效率非常快速 這個工作效率是指城鎮中心的 不管是要點支部或時代升級 還是輪軸技術手推測 都是可以吃到這個效果的 波斯人的這個能力可以讓他在城堡時代的時候速度 農得非常快 那這也造就這個漏量會消到非常快速 所以城堡時代要多灑農田才不會斷村 可能要很早的時間點就要趕快先灑個一圈或兩圈 才可以確保這個漏量可以一直支持自己出村民 波斯人最大的特色是他是有遊俠又有重裝駱駝的文明 所以在城堡時代的時候可以看到 他可以騎士駱駝混著出 利用時代也可以出遊俠跟重裝駱駝 這個如果有黃金的話 這個組合是非常麻煩的 因為你單出騎士的話也打不贏 那駱駝的話也可以壓制對方的馬 基本上來說 遊俠的話是可以打贏所有的馬 但是有這個混搭策略來說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他也不用出到遊俠 直接打這個重裝駱駝 配馬弓或是無限弓兵戰術 其實都是滿適合波斯人的 但波斯人他看起來表面上是全能系的文明 但其實上他的步兵性不太行 只有擊兵能用 那他的長劍兵不能升級到雙手劍兵的關係 所以後期如果需要打對方的步兵單位的時候 只能用自己的無限弓兵戰術或是馬弓 再來就是自己的 那個叫什麼 或是遊俠直接硬扛 對 就只有這幾個方法而已 波斯人來說他是比較適合混合圖 在團戰來說是比較適合的 因為混合圖來說的話 他這個工作效率也可以用在這個漁船上 不是漁船 這個碼頭上 所以他打一些海戰來說也不會太差 算是一個混合首選之一的文明之一 我覺得 接下來看一下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最大的特色 是生時代的時候很便宜 那他有這個團隊加成 傭兵可以吃得到 那傭兵是一個上帝龍時代 初期可以馬上轉出來的單位 不太需要升級 就可以立即拿來使用步兵單位 那傭兵來說的話 血量來數是蠻多的 有80滴血 不算會 不算太少 那義大利人後期還是比較適合打工兵的 不管是要打工兵或是勒納奴手 都是ok的 而且後期還有巨盾科技 可以增加勒納奴手的防禦 但是勒納奴手 是比強奴的射程少了一點的關係 所以要比較小心一下 這個對射的時候很會被對方拉扯 然後一直被吃傷 反正自己射不到對手的一個問題 那義大利人生時代是比較便宜的關係 所以他在前期雖然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但是他有這個生時代的潔滅 所以他生時代並不會太過慘 這也是我們建議大家練的一個文明 因為義大利人不管是單挑或團戰 都是有一個不錯的勝率在的 只要你會農的話 然後在一些對戰來說 都會打的情況下 義大利人其實是不差的選擇 尤其是團戰 團戰的話這個傭兵讓隊友來用 例如隊友有圍巾人、瑪麗、緬甸 他的傭兵傷害血量 或是遠防 都是非常的誇張的 所以我覺得義大利人算是 蠻值得新手訓練的一個文明 好接下來我們就稍微加速一下下 我們先來稍微講一下地圖的部分 地圖部分第四零這邊要圍可能會比較痛苦 如果這邊要圍到底的話是可以 但是很容易被騷擾 那這邊的話骨子在前面比較不太適合打前期 前期會一直被弄 除非這邊要稍微圍起來 然後圍這個高地 那地圖方面的話這邊只能這樣子圍了 這邊不太可能再往左圍 左圍的話太大了 右邊部分的話可以圍到底 這邊可以稍微想考慮一下要不要這樣子圍 省的資源其實跟這樣直接圍一條 直接是差不多的 那就要看地圖有沒有看到這個邊邊角角 那以地圖分數來說應該只有30分而已 好我們來看一下波斯這邊 直接升到了封建時代 現在打了一個17P超級快速 好那一大一人這邊是18P上 現在大家的P數都非常早上 好那先來看一下波斯這邊 波斯這邊地圖 這邊村民 可以看一下喔 可能會被抓掉 可以 Z40偷抓到了一村很賺 好那波斯這邊 果子在裡面 黃金在上方 要圍的話可能只能小圍了吧 石頭連防 然後圍過來 然後這邊可能要拉過來 才可以守著做 但是看起來喔 這裡黃金是不太好守的 可能要插一根箭桃 還比較穩定一點點喔 好那確實喔 波斯這樣子圍沒錯 那看起來波斯人的地圖也是蠻爛的 而且木區只有一片喔 這片木區相當不安全 所以嚴格上來說 只有一片木區 這可能只有十分吧 地圖 比這個Z40還要爛一點點 我覺得 個人認為 好那Z40這邊是有打一些刺猴的 那UZGI這邊也是 兩邊都沒有處於一個大爆兵狀態 也沒有轉出射箭場 單純的刺猴防守 稍微看一下這邊刺猴互打 UZGI的刺猴直接損失掉了一隻 後面有補下來一隻刺猴 四隻刺猴出來之後 UZGI直接撤退了 不想要就去潛壓了 可能會越換越輸 這邊看不到對方的刺猴在哪裡 Z40直接把刺猴放到上方 去駐守相 然後在防守的路途中 趕快把家裡自己圍起來 右邊這裡圍差不多了 補下一個伐木場 那看起來喔 兩邊就不是會打封建時代了 可能會直接打一個直城 也不知道直城 就是趕快上到城堡時代了 封建時代就這樣子了 不會再出更多兵了 這邊要小心 長槍兵被戳到了一下 省事了一隻刺猴 但血量來說還是贏對方的 這邊槍兵第一次也過來防守 但是又被再度插到一槍的關係 血量有點殘 這裡補下一個兵工場 待會準備要來一點城堡時代了 波斯人這邊也是喔 波斯人這邊果然沒有阿索這塊金喔 這塊金直接遺漏在外面 連尾都不尾了 但是家裡有轉出 弓兵喔 這個射箭場開始按下去了 找一個前期小弓流 雙射箭場 有點兇喔 雙射箭場 兩邊都點下城堡時代 波斯人這邊喔 這個時間是蠻短的喔 一分半而已 那義大利人這邊補下 那目前TC有點Delay到的是波斯這邊喔 波斯這邊TCDelay一分鐘 其實有點小長了 但應該是為了要斷存上城堡時代的關係 所以才有這麼長的一個Delay時間 好 那上到城堡時代的Z40喔 是要來打這個 騎士 那順帶一條 Z40的分數喔 像是台灣最高分的樣子 已經來到2400分 他已經遇到了很多知名高手 像UZZR 就是好像是巴西第一吧 我記得他是巴西人 那可以遇到巴西第一 其實也是蠻光榮的一件事情 現在台灣的選手們喔 都已經進入了這種世界級的領域了 尤其這一兩年喔 更有感 以前可能還沒有這麼 有這麼強烈的感覺 我覺得台灣人喔 可以跟這些世界高手們 較量喔 但這一兩年世紀帝國 台灣的圈子喔 也是越來越猛 就是 以前都只能看到中國阿 或是一些國外的喔 挪威阿 英國法國阿 或是美國 之類的 很少看到台灣人喔 可以在這種S級賽事出現 我覺得台灣人 今年或是明年喔 就可以參加一些大型的S級賽事比賽 一面來說可能是有機會的 好 這邊直接爆砍一波 好 但是波士 就是我們開頭講的喔 他有駱駝的關係喔 這就看到出馬 直接轉駱駝出來打就是了 非常輕鬆喔 這邊騎士 拉打一下 但是騎士還是不敵駱駝 有點殘血趕快拉走 好 這裡補下一個城鎮中心 保守 稍微守一下自己的主金喔 這塊石頭可能也要趕快挖一挖 這個石頭怎麼有點尷尬 位置不太好 好這裡補下的耕種技術 D40 這邊出了聖女座招翔 但是對方有出弓兵 招翔可能不會那麼順利喔 這裡沒空好 完蛋 被射死 好 但是自己開下了三座產政中心 3TC開農 那如果要3TC開農的話 這邊可能待會要馬上補下工程器製造所 因為這裡很有可能喔 會一直被壓制住喔 因為現在木頭很缺喔 現在要蓋一個 城鎮中心有點困難 支撐的東西喔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看起來 波士人是 還是比較優勢喔 目前限定人來說 這個軍事打得非常強勢 而且這個城鎮中心很容易被投石車砸 所以看他要不要來前置一下 工程器製造所 例如蓋這個位置喔 或是後方這裡都可以 好 弓兵繼續輸出 但這邊波士人並沒有繼續出弓兵喔 而且有斷鏡的狀況 是為什麼 這邊剛剛騎士騷擾 好 剛剛收村了一下 看到了 激士林還是有拉少量騎士 到對方家裡偷打一下 這邊補下更多農田喔 這裡沒有馬上補工程器製造所 是怕自己斷村喔 畢竟這裡前面農田被打 所以沒有辦法安全的去 採集食物 好 這個村民直接收 好 下方城的東西 暴露出來了 這邊可能會先補下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出弩炮 好 這邊打一下 但是工兵可以射到老頭 老頭直接被射爆 來得及回去嗎 哇 直接被射死 尷尬了 Z40這一波 損失自己說的騎士跟老頭 老頭 只剩下一隻 碟子要出來 好 環境有在繼續挖 好 農田往後撒 這邊出頭車的話 其實不太好用 因為會有容易被打歪的問題 呃 弩炮的話 打殘血的工兵是相當好用的 要不要出一下 看得有點痛苦 但他這邊不出的原因 只是因為 肉震太少 3TC要正常運轉的話 一定要穩定農田 Z40應該算是我覺得 台灣選手裡面 最注重經濟的一位玩家 雖然還沒有辦法比上 像Vipe那種濃的程度 但是他以普遍的選手來說 是比較 注重經濟的玩家 這是我也是 蠻讚賞Z40的一個原因 他的打法 是我蠻喜歡的那種 就是開農反擊的 當然也有這種主要戰術 用戰術碾壓對手 Z40也是有的 但是他除了戰術以外 連農的打法也是有的 有點像是我們說的 這種全能型的選手 台灣的話 就有點類似像雲大 跟DC 都是這種的 那天空熊的話 就是比較屬於操作型 但我發現最近天空熊 也是很努力在打農的 就是他已經有點慢慢 改變自己的一些壞習慣 專注打架不農 這算壞習慣嗎 應該不算 就是選手風格 因為以前黑老 他也是一直在專注打架 沒什麼在農 也是可以藉由操作跟戰術 去打爆開農的選手 所以你要說農 就一定是正義嘛 好像也不太對 只能說戰術取手 人人都要去學習一下 不能只有一招而已 那BIPER就是 戰術 開農 什麼都會 所以就是他會這麼厲害的原因 就是全能型的關係 發現大家對於這種選手 有一定的了解 也是開始往這方面靠攏 不然以前其實台灣的 選手們的戰術 都是以戰術手術操作為主 並不是這種專注開農的一個路線 那偷偷講一下 以前TRIP也是戰術型的選手 就是很喜歡打什麼裝甲塔 然後配上工兵前壓之類的 投車開打 這種就是戰術型的玩法 恩 仙人 就是這樣子玩的吧 所以台灣後來的選手也是 主打這種風格的 這也是一種 世紀帝國的歷史 稍微拿出來跟大家 小小聊一下 好 這邊投車直接打爆兩台奴炮 雖然確實出了奴炮 但是並沒有壓制住我 就損失掉了 有點可惜 這個奴炮走得有點太出去了 所以不應該當走 即使他沒出頭車 駱駝也會抓掉 這個算是D40的一個失誤 龍炮就放在家裡 中間這個位置應該就差不多了 有東西過來就開射 好 那投車這邊出來 點下救贖思想 待會可以來照一下 那這邊好像點下帝王時代了 好 那這邊不錯喔 帝王時代放下 下面承認中心 這邊頭車砸下來沒砸到 被射光 哇 尷尬 第一次點這邊操作有點被壓制住了 對方操作 花樣蠻多的 那這邊可能也不用出頭車了 用這個救贖思想 去招對方的頭車就可以了 那義大利人這邊升到地龍時代喔 可以直接出傭兵來打 所以這邊先升下步兵的防禦 好 勝率拉到左邊 這裡要左邊兩隻 右邊兩隻比較好 好 這樣的承認中心才不會繼續被砸 好 騎士到右邊 跟駱駝 這邊可能要收村 收村的話還是有點損失慘重喔 完蛋啦 Z40 好 這邊先毒口 反應相當即時 這樣騎士就不會在裡面一直被受到傷害 這邊按一點槍兵嗎 沒按槍兵 那老頭要先到右邊嗎 老頭現在也沒到右邊 左邊這一坨工兵繼續給壓力 後面補下了一些軍營 成人中心獨立反抗了對方的騎士 所以還是少量的被 打掉了一些 好 對方在高地建了一個城堡 這裡也確實適合蓋洞城堡 結果自滴工程器製造所 他可能覺得這個位置太卡了 好 後方投資車解掉了奴兵的騷擾 這一個軍營蓋到一半而已 哇 右邊這裡有洞 Holy shit 就是那個穴啊 這個穴很大一個 好 這邊救贖思想造到了一台投車 還不錯 青頭被招走 這裡可能還在造一次喔 要自滴投車嗎 欸 扛住一發投資車的傷害 神聖思想OP 但是還是被射掉 好 獅子騎士 加一隻駱駝或防燒喔 Z40這邊這個洞的關係 直接被弄爆了 雖然Z40這裡也是努力喔 把兵往後送喔 但效果還沒有到那麼好 好 傭兵趕快 繼續出 那傭兵的話需要非常大量的肉 所以Z40待會可能要注重一下食物的採集喔 不然很有可能會瘋狂斷村 加上傭兵沒有辦法繼續出的問題 好 三隻騎士 看到投資車 白給 四隻騎士 砍好砍滿 神律出來著想 OK 兩隻僧侶照相 這裡要不要蓋一下城門 好 來不及 繼續砍下班的村民 哇 自己事情這裡有點慘 但這邊少量的傭兵也是殺到了UZZI 波斯人的家裡 好 那波斯 這邊弓箭反擊相當快喔 這個傭兵還沒有升級好防御的關係喔 所以遇到箭矢還是有點痛 那傭兵體質來說 防禦率是偏低的喔 而且也不能吃到軟甲技術 那沒有軟甲的話 遠防就會低喔 但是它的優點喔 是血量來說是蠻多的喔 不需要升級就有80滴血的血量 一般劍兵勇士喔 我記得是70滴血喔 那傭兵是80滴 還多了10滴血 跟這個戰錘兵喔 不升級的時候是一樣的 好 來看一下這邊的一個對答 村民拿起拳套開扁 好 騎士稍微繼續擋 我在想這邊要不要轉一點長槍兵啊 感覺轉一點長槍會比較好守 好 這邊直接前線蓋寶 傭兵前線扛住了騎士的傷害 但是騎士數量太多了 傭兵可能打不太贏 畢竟騎士跟傭兵的血量差40滴血 對方騎士優勢的關係 傭兵還是很快速就倒地了 那傭兵這邊數量其實還不夠多 肉量一直不夠穩定 這邊的巨頭直接被拆掉 雖然波士的前線城堡也是被拆掉 但是這一根城堡能蓋起來的話 對Z4的幫助是非常強大的 波士這時候點下的帝王時代 好 投車出來砸一發 哇 裡面的村民爆血 再一發 突破血流 87.5 90 可以嗎 90% 這個砸錯 哇 被射死 尷尬了 92.16 這棟城堡蓋不起來 但其實這時候拉更多村民來蓋 應該是能蓋得起來 好 這邊 傭兵 應該是擋不住了 好 但是後面 按了更多傭兵喔 好 尤其在這時候趕快對保 當然這邊城堡 旁邊要趕快按一下衝車囉 這是暖暗青頭阿 因為繼續按衝車會比較好 好 趕快 哇 後面有好多僧侶 六隻僧侶直接開招騎士 騎士被招走 數量不夠多 被壓了回去 歡迎補下來一個軍情投司機 好 欸 結果 伊士林在裂補下了重裝長槍兵阿 在裂補重裝長槍兵 就可以防止對方的遊俠了 那 義大利人是沒有疾兵的關係喔 所以可能 待會還是要出一點熱耐弩兵手 配重裝長槍兵龍來防守對方的 遊俠出場 好 這邊衝車 欸 還是有安衝車喔 兩台衝車直接開頂 哇 頭車還出來偷偷打 這個剛好在城堡的死 石腳裡 開始偷偷 這個太狠了 直接用這個 神侶去招走 鑽到一台偷子車 鑽到偷子車 再來拿來打這個衝車 但是結果 衝車還是頂掉了 Z40的城堡 好 這邊神侶補下了 一刷技術 增加一下遭想的射程距離 好 這部騎士又在家贏了 好 現在有重裝長槍兵的關係 現在要槍兵守應該沒有問題 哇 但是兩邊 這邊一直在瘋狂打架的關係喔 沒有時間去點二級龍二級木 聯手推車也沒有 好 但是這邊用兵打爆了少量騎士 跟對方的騎士 親騎兵 其實打得還不錯 繼續打的話應該會贏喔 但這邊想要來騷擾對方的村民 不妙了不妙了 這個Z40 看起來 要逆轉了 好像打得贏 難道UZGI 會打輸Z40嗎 DZ在我心目中 已經快要變成 BIPER他們那種等級了 但是他這 一兩年來 感覺有稍微變弱了一點點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還是我們台灣玩家變太強了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原因 台灣玩家真的是越來越猛了 不只是這些選手 連台灣普遍的四季帝國的玩家們 水準也是越來越高 覺得很大一部分喔 是因為 一直有在出這些 教學影片喔 跟觀念片 所以大家吸收程度越來越好 前幾天有跟那些 日本的玩家們 他們都說蠻羨慕 台灣四季帝國的這個 圈子 就是 看的人多 然後玩的人也多 因為以一個十幾 欸 已經二十幾年前的遊戲來說 台灣玩的玩家數量 還是蠻誇張的 好這邊看一下招一下 能不能招完呢 這邊招到兩隻騎士 要繼續招應該是可以 好這邊轉出了勒納爾弩手 前線蓋住了這個城堡 這種城堡 蓋起來的話會讓UGDI這邊農田 損失非常大量喔 這邊農田也是沒辦法正常運作了 至少損失十片田以上喔 大約快要一千木頭 好波斯這邊轉一下了波斯公兵 我們轉一下波斯公兵 來解一下這邊的勒納爾弩手 還有這個重裝長槍兵喔 這邊直接轉出遊俠 可能會暴斃喔 會被這個重裝長槍兵 加上勒納爾弩手 直接射爛喔 跟搓爛 絕對不能出遊俠 這個時候 好但後面這一堆的重裝騎士喔 砍到了非常多村民喔 滿地都是Z40的村民 哇 這些四隻騎士獵的大功阿 右邊這裡也是耶 右邊這裡的村民也是消失的 哇Z40 村民數下降到110 但是波斯這邊更少 只有92 Z40這邊也是瘋狂在後面喔 偷偷打 一隻槍兵在那邊偷戳 太過分了太過分了 好波斯公兵趕快出 趕快補下射箭場 OK上面有在 六個射箭場 量產應該很快 但是波斯這邊經濟太慘了 而且這邊TC Delay已經來到43分 基本上沒在按什麼 按村民喔 村民一直有這個空的城鎮中心喔 導致這個波斯的 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 並沒有那麼好 好這裡大樓馬來不及毒口 哇鑽了進來 打不過就BD UZZI的觀念也是相當正確喔 剛剛Z40也是喔 打不過就BD 確實有讓UZZI有點 受到干擾 自己操作出現了一點失誤 好這邊黃金礦如果能再解決掉是更好 但現在是要全力進攻了 等一下三級射 热奈亞弩守金瑞可能沒有辦法點了 這個肉量有點少 不要再按槍兵的關係喔 所以肉量不夠多 好但是波斯的弓兵已經升好了 但還沒有點化學跟彈道學 直接射一下 第一陣一下躲掉頭子車的傷害 打得不錯 後面勝率也是直接招 想要招弓兵 哇這個要一直一直點 會點得很痛苦啊 好直接用SHIFT牽線的方式 硬招 招一隻是一隻 好那熱奈亞弩守數量不太夠 直接被反殺了回去 但是一直吃到城堡的傷害有點小賺 這一坨不用黃金的弓兵 打出了一點身價 好這邊搓兵過來 被奴兵射爆 哇奴兵射槍兵速度就是快啊 好這時候又轉出了一些熱奈亞弩守 直接上前集火 長槍兵搭肉盾 看來是可以收掉這一坨奴兵喔 好後面熱奈亞弩守瘋狂輸出 好但這邊在打這個肉碼有點打歪了 但是UZ在這邊打出了 拒絕 哇Z40最後已經補下這個手推車喔 但有點晚了 OK連二級目都沒有點了 那也不意外啦 畢竟兩邊從頭到尾都在瘋狂打 最好並沒有在很專注在經濟上 那UZ在這邊是比較尷尬喔 明明是一個經濟型文明喔 但一直在瘋狂打強軍事喔 這個有點讓它有點小三喔 那我覺得如果是要波斯達強軍事的情況下 雙TC可能就夠了 出到三個的話太容易斷肉喔 畢竟城堡時代的工作效率太好 導致很容易斷肉 然後成人中心就沒有在運作 然後它到了遊戲的尾聲喔 來到了五十分鐘喔 成人中心一直有在空運轉的狀況喔 讓它經濟來說 一直萌受非常大的一個經濟差距出來 來看一下這個經濟喔 哇 Z40果然 經濟全贏 那我覺得最主要會贏的原因喔 是因為輪軸技術補得真的是好 它在上城堡時代之前喔 就先點下了 輪軸技術 那點完輪軸技術之後呢 城堡時代的研發這個時間點喔 也可以繼續享有輪軸技術的優惠喔 那這邊是十六分鐘點下喔 跟三十五分鐘點下喔 跟三十五分鐘點下喔 經這個輪軸技術的時間差距喔 差了快一倍喔 當然Z40喔 即使這邊村民一直被砍喔 還是有一個很大的這個經濟優勢在喔 那我覺得這場最關鍵喔 應該就是前期的部分喔 有用這個生旅手作喔 然後轉出重裝長槍兵喔 才得以喔打贏喔 因為有些玩家們喔 覺得自己玩義大利的喔 出了那奈索手就好了 不需要出到重裝長槍兵 但我覺得蠻多情況下喔 重裝長槍兵的一個使用效率喔 還是蠻好的喔 那重裝長槍兵再配一下這個 傭兵還有樂奈納奴手 在後期來說是一個蠻難解的一個組合喔 那我覺得Z40都把這個 義大利人的特殊給打出來 相當厲害喔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發音樂 再次拍拾到這支影片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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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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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